九分的铜,到你那里只有一分,可心上的铜,为什么?是不是我有钱? 回紫金宫时,已是有时,可西边天际的漫天红霞仍肆意绽放着, 乌尘的烟云与绚烂的火光交织,反将这夜色映得亮堂如皱。 专须早已在卫石备军去往西陵城,紫金宫人去楼空, 只于下老桑和车渠在殿外候着他, 望着二人向自己奔来,神色匆匆似有许多要说, 小妖却一言不开,只捏绝境直将二人迷晕,便换上天马向西而去。 小妖一颗心似深深沉入海底,脑海里反倒一片空白的清明, 一路即行,已不知过了多久,已到了何处。 天光渐开,慢慢地,他看到脚下河流干涸, 大地枯裂,树木凋零,走受哀嚎,西陵城外千里赤地, 万里干涸,曾经给土地带来生息的河流, 却已成了干旱的祸害,灾难的来源。 百姓们恐惧地哭嚷着,叫骂着,又无望地奔走逃离。 小妖驻下天马,调动神石在四处细细搜寻, 听到西南方,隐隐有刀剑交向的声音。 小妖神色震动,急急驶动天马奔去。 黎明时分,在西陵城外蒙河沿岸旷野上, 小妖寻到了正在激战的两边兵族。 一边是武王亲自领兵的轩辕兵士, 一边是专须他们。 仿似武王认准了这是最后的狂欢, 他竟调动了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 甚至驱用妖兽, 在蒙河狙沙专须, 嘶吼出困兽最后的咆哮。 妖兽肆虐着撕碎靠近他们的将士, 脚下的土地到天际皇恍然都是支离破碎, 横七竖八的士兵尸体, 无边无际。 小妖心神俱阵,急持向前, 唤出扶桑木弓箭加持灵力向着眼前的妖兽而去。 随着常见的呼啸而出, 一头妖兽在刺目火光中阴声倒下, 又瞬间焚化成灰烬泯灭于脚下的焦土中, 被妖兽攻击的将士回头望向他, 满目惊喜。 小妖,你怎来了? 竟是风龙, 一脸脏污不堪, 满面皮色眷容。 哥哥呢? 小妖急问。 风龙回身砍倒袭来的轩辕冰, 吼道, 东南方向。 小妖扶出灵箭, 加持充沛的灵力, 箭飞出, 又化作多道画影, 朝着风龙身边的妖兽和敌军而去, 瞬息间, 火光血气交加, 风龙身侧重敌速速而到, 风龙哈哈大笑, 狂呼, 老子就扶你这娘们。 小妖顾不上风龙, 她越不奔向东南方向, 在无数人群中寻找专虚的身影。 激战中, 小妖分不清谁是谁, 只听见凄厉的呼啸和哀宁。 她也不再分到底是轩辕冰, 还是专虚的冰, 每次晚宫都指向妖兽而去。 战火弥漫, 光芒变幻, 黑烟阵阵, 小妖终于寻到了专虚。 专虚正在被苍林围攻, 也许是被断了所有的后路, 苍林竟自己上阵欲杀专虚复仇。 经过半夜的厮杀, 专虚灵力消耗了大半, 已然有伤, 而苍林携着妖兽追逼专虚, 毫发无伤, 灵力充沛。 妖兽封住专虚退路, 苍林身子如大鹏般飞起, 扑向专虚, 显然想一举拿下专虚人头。 而专虚匆匆忙躲避着, 重重砸在树上, 她受了重伤, 身上都是血, 却不敢停下, 立即纵悦而起, 亮亮呛呛跑着, 避开妖兽的血盆大口。 小妖面色大变, 催动灵力越向专虚, 将她护在身后, 急急挽弓射出。 这一剑, 她使了石成的灵力, 灵剑迸发化成多道虚影, 虚影重重凝成一根根箭矢, 道道穿透妖兽头颈, 又化成火光焚然妖兽残躯。 只听哀鸣阵阵, 妖兽重重摔倒在地, 再也无法起身作孽。 专虚已然呆住。 小妖帝过手去, 将专虚拽到身侧, 歪着头, 腻着她, 我是不是说过以后, 打架我保护你? 你看, 妹妹做到了。 专虚大笑出声, 眸中恍似有流光闪过。 当年在朝云峰上为她暴打坠凉, 使君的小小身影, 渐渐与眼前的青丽少女重合, 这就是她的小妖妹妹。 专虚只觉心中热流汹涌,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赤友余孽高薪九瑶, 敬护着昌义的孽种, 我平生最大的憾事, 便是未能在你们还是小兽时将你们宰杀生时。 苍灵透着凌厉的声音滚滚传出, 一吸便传遍所有将士, 无论是轩辕兵, 还是专虚这边的兵, 竟都面露金色四处张望。 显然, 他们对赤友的畏惧并不比对面的敌人更少。 而一道树域凤鸣般的声音, 轻柔地在每一位将士的耳畔响起, 将他们的慌张、 惊乱、 惧怕等情绪一一抚慰, 却又一字字清晰地传到两方将士耳中。 高薪九瑶不仅是高薪王姬, 更是轩辕王姬大将军轻女, 皇帝和西陵邪祖的血脉, 伤她便是乳郡帝, 皇帝和雷祖, 武王竟是连亲妹唯一的血脉都不放过, 轩辕竟是连王姬大将军唯一的血脉都不放过, 竟是屠山景, 这便是九尾狐足的谜之音。 在不察间, 几乎所有的将士都停下了手中兵刃, 轩辕的将士应曾对王姬大将军唯一的血脉动过恶念而惭愧, 其他人竟也心生后怕和惶恐, 毕竟不管高薪九瑶是谁的女儿, 她都是皇帝和邪祖的外孙女, 现在还挂着高薪的尊贵姓氏, 这一点是铁打的事实, 动他,无异于同轩辕和高薪两国作对, 要打,就堂堂正正打。 小人行尽何为, 却是风龙豪迈张狂地放着话, 所有人又似梦醒般提起手中武器, 可专需的兵却士气高涨, 而武王的人却色缩不前。 轩辕来的将士兄中肆疑获万千, 他们见生犹疑, 犹豫着是否要向他们曾经爱戴的将领的独子和独女斩下致命一刀。 士气易散难聚, 苍灵悚然一惊, 苍凉大笑。 号角再次吹响, 惊天动地的战鼓, 再次泪响, 专需带着众人全力进攻, 长刀砍碎一切, 历剑刺穿一切, 本就军心难稳的轩辕军队阵势被冲散, 将士四散逃亡, 妖兽们也在小妖和风龙, 屠山景和立下被逐一宰杀。 小妖只觉手中的建设出地越发麻木, 可她却不曾忘却香柳的教习, 保命, 保住专需的命。 放眼望去, 四处都是惊心动魄的红, 山河憔悴, 风雨凄迷, 这便是母亲经历的曾经吗? 不知何时, 不知何人, 高呼着, 苍灵扶珠。 煞世间, 小妖身侧发出震天动地的呐喊声, 即使隔着云霄, 依旧远远地传了出去。 苍灵扶珠, 众将士退兵不杀, 专需用灵力将声音扩散, 威严的声音笼罩所有将士头顶。 苍灵已死, 时时务的轩辕将领自然不曾忘记 专需轩辕王孙的身份, 不知是谁先跪下磕头, 连带着所有跟随武王的将士都纷纷跪倒。 专需警紧握着小妖的手, 手心汗一层层, 风龙拄着长剑蹒跚而来, 可他们没有一人心怀喜悦。 他们都知道, 珠沙苍灵仅仅只是最简单的开始, 门河中汹涌流淌的黑水, 才是祸事之源。 和月初旬, 轩辕舱淋浴妖兽, 破风举玉门山, 引渔渊黑水入门河, 门河东街赤水, 南沃西陵, 北靠白虎, 黑水过境, 万物凋敝, 大荒威, 专需, 使派渔江及重水灵高手, 在西陵城外门河内弯处, 玉水拦阻黑水黑雾, 可玉门山已破, 渔渊黑水东流势不可挡, 人和神第一次平等且恐惧地感受着磅礴往侧的洪荒力量。 西陵城, 南港楼上, 专需胶着地握着弱水族送来的脖侧, 面色阴沉不定, 以水相组, 仅可延缓黑水流速, 却不能彻底断绝东流去世, 虚余不过半月就将危急烟川平原腹地, 务必要想其他办法。 屋内安静到死寂, 除了专需, 无人发声。 因为渔渊的可怕, 在众人心中这个名字等同于死亡, 而如今, 他们又如何对抗来势汹汹的死亡? 屠山井一滴垂霜目, 既然凝虑。